我自己提出的修訂的重點 就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免費和全面的健康檢查 香港政府經常誇耀自己香港公共醫療的全面和先進 每年動用數以百億在醫療服務方面 但是我們看回整個醫療系統和醫療服務 包括公也好、私也好、全港市民所面對的問題 那個健康檢查,特別是全面的健康檢查 可以說是一個嚴重缺陷的地域 基於制度也好、基於市民的意識也好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基於這個問題的存在 導致不少市民 基於沒有全面的健康檢查 導致他們患病,特別是隱性病 導致問題惡化 甚至有些差不多到末期、癌症也好 或者一些病也好 到無可救治的時候 才發現最後導致生命走向盡頭 其實很多這些問題是可以預防 亦都是透過這個有系統的檢查 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看回香港市民的那個習慣其實幾有趣 或者感到有時是幾唏噓的 香港人要靚不餵命 你說那些美容 香港人,特別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 可能放在美容方面的錢 隨時是多於健康照顧 和醫療方面 特別是在儀房性方面 另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香港人買寶品,我想是出名的 那些什麼東蟲夏草 那些什麼靈芝也好 但你問一下 可能有些人浪費了數以萬計的錢 在這些寶品那裏 但你問一下你先前有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看身體有沒有事呢 我相信可能顯著部分的市民 可能浪費了數以萬計的金錢在這些寶品 可能基本的健康檢查 很多年都沒有做到 那基本上身體的問題在哪裏呢 很多時候都未清楚情況之下 耗費數以萬計的金錢在這個補品方面 那其實這個 涉及到那個知識也好 或者那個意識 或者文化的觀念也好 那其實政府可以在這方面 真是做多一些的工作 特別在教育和在這個 著重健康檢查方面 因為如果你早期不發現的問題 病不可以淺中醫的話 那最後可能就患病就沒有淺醫了 這個涉及到問題 一惡化的時候 隨時動用數以十萬計去做很少的手術 因為你要排的公共醫療 很多時候排到死都未排到的 過去我這個議事堂都追過很多次了 你那些專科的門診要排 短的隨時就兩三年 長的八年十年限定的 你初期看的那些 即是覆診那些 最早的時候都是七八年 有些要排第一次 看的那些都要幾年時間 所以過去不少的例子 特別我們在地區上 接觸到不少居民 對公共醫療要排期的時間的長 是感到極為憤怒和憂慮 但是你要去私家醫院 進行私人的檢查 特別是涉及到磁力共振 或者一些較為高科技的檢查 往往就動以數以萬計的金錢 很多市民是不能夠承擔的 剛才有同事提到有關 政府進行檢查券的問題 就是二百多元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那個檢查可以做到什麼 我自己做過小小的資料搜集 找了幾間醫院和化驗中心的 一些健康檢查的收費 最高的那些是去到八千四百元 最便宜的那些都要是五百三十元 那四角的範圍很不同 譬如港安那些 由牙科、心電圖、運動心電圖 全腹部超升波的虎科的體驗 在藍市或前列市的癌檢查 肺部及被療系統的X光檢查 全面化驗室的檢查 這要是四千二百八十八 另外提供的標準身體檢查 便宜一些 少一些範圍 男士是二千八 女士是三千 浸會方面標準檢查是一千六 行政計劃 男士是六千七 女士是八千四 基督教聯合 拿打素社康服務 檢查不同年齡不同 由五百三十元到一千零三十元 年齡越大 費用越高 定康X光E康化驗中心 標準前身健康檢查 都要九百五十元 所以 一般基層市民 要進行健康檢查 要浪費 要花數以千計進行檢查 很多市民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在地區上 有時都找一些醫生 有時都義務 為一些地區上的老人家 做很簡單的健康檢查 有時一個下午 可能服務到四五十人頂籠 做少少的血壓 和問幾個問題 我們過去的經驗 在地區上做一些 免費的醫療 很簡單的檢查 一般來說 都有百分之十的老人家 被醫生轉介 去醫院再做進一步檢查 這麼簡單 都有百分之十的老人家 發覺有問題 血壓或身體其他部份 是有問題的 所以很明顯看到 基於缺乏的系統 或專業的健康檢查 香港市民 特別是老人家 不少是有病 或是有潛在的身體問題 是沒有被發現 或者自己不清楚 是不知道的 其實比例真的不低 所以希望局長 關注這個 涉及到老人家的問題 所以政府可以考慮 在地區的 醫療服務的單位 局長也很推崇 和家庭醫生的觀念 其實如果每一個地區 健康服務機構 可以同樣 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 進行健康檢查 我相信 對香港市民的健康質素 是有所改善 還有就算你看到 資源的合理運用方面 基於問題 可以及早發現 我們都相信 對醫療的壓力 都可能會相應減少 因為如果你的病 可以預早預防 以及得到處理 就應該可以 減少很多的 專科或急症方面的壓力 主席 當初我提到修訂的時候 在我提到修訂之後 我發現 其實我應該再加多一項 在健康檢查裏面 就是牙齒服務 香港人其實很缺乏 牙齒健康的概念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陷 特別整個公共的醫療服務 制度也是缺乏牙科的檢查 和治理 所以在整體的醫療服務方面 可以說是千瘡百孔 很多範圍都需要 進一步增強和改善 要彌補這個缺陷 我相信不只是局長 單方面的主觀願望可以做到的 財政司去年就預留了五百億 給這個所謂醫療融資 這個醫療融資 都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 所以其實應該 我呼籲局長 呼籲各位議員 應該給壓力 財政司盡快 釋放五百億出來 在醫療服務方面 在醫療檢查方面 或者在牙科健康方面 進行全面服務的改革和提供 令到香港的市民 不會因為這方面的缺陷 不會因為缺乏檢查 而導致患病 到不能夠醫治的情況 希望各方面才壓力 能夠早日改革 醫療融資的改革 等到死都未等到 早日改革醫療服務 改善市民的生活